人氣話題帶您看到 為了要減少環境負擔 鼓勵自費跟重複使用 環保署在昨天宣布 將禁止提供塑膠 PLA牌質的免洗餐具 主要是因為 PLA要在特定的環境之下 才可以進行分解 而且有在回收上 它的外觀觸感 就跟一般的PET塑膠很相似 所以很容易造成混淆 影響到回收再利用的品質 因此決議從8月1號開始 將會全面的禁用 整理資源回收 尤其塑膠類光是某特瓶 就有多種製成方式 當然回收處理的方式 也就有所區別 為避免造成混淆 混淆鼠絕翼 白魚好奇 全面禁用塑膠PLA免許餐具 只是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軟 就塑膠放一起 兩個放一起 一樣 究竟哪一個才是塑膠PLA材質 就連清潔RID時間都很難分辨 其實轉到底部 就可以看到標示 雖然兩者確實都是塑膠材質 但回收處理方式不一樣 PLA可以利用生物分解 但必須在特定堆肥環境 50度高溫下分解 時間約兩個月以上 但一般PET塑膠 無法利用堆肥分解 必須全數回收 再利用製成其他塑膠製品 由於外觀 觸感上不易分辨 容易混淆 分類一出錯 就會影響到其他塑膠類 回收再利用的品質 所以決定要僅用 外觀跟回收比較好的保特瓶 這個特性是相近 混入一般的PET的回收物裡面 然後會影響PET現有的回收體系 回收再利用的一個品質 政策上路後環保署也會不定時進行稽查 若有業者繼續使用 將會開罰最高6000元罰 環境台北綜合報導